我手里拿的是三星Galaxy的二代 也就是距今有十年前的手机 因为它是2011年上市的 那么跟它同期上市的是iPhone4s 现在iPhone4s 换你忙吧 但是它确实一款比4s还少的手机 它还可以刷安卓10的系统 安卓10是去年上的 也就是2020年上的 横跨了将近有十年 横跨了九年 九年 你敢信 为什么它那么神呢 为什么它号称是一款神奇呢 今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款手机 这个正面其实是非常普通的 然后底下只有一个按键 只有一个 等我点亮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系统有点奇怪 为什么它是一个小米的系统 这是我花了59块钱买的 闲鱼买了二手 买来就是一个小米的系统 这是主动给它换的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参数 安卓4.31的这么一个系统 可以看到这个总内存是16GB 然后可用只有7.9GB了 那个时候运行1GB 然后加上这个处理器2和1.2GHz的这么一个强大的处理器 难道这就是它神机的关键所在吗 看一下它其他的硬件吧 我这款呢其实跟普通的S2 国航版的S2是有一定差别的 差别在哪呢 差别差别差别在这 看看看看 这个呢是有一个小天线的 这个小天线呢 我猜测啊 这可能是韩版的 就韩国它们有一种版本就是可以看电视 可以收模拟信号的 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机800万像素 看到没800万像素 那个时候 10年前的800万像素 哇 跟现在的1亿像素 差不多的感觉对吧 我们来拍一个N95 看看这种对焦的感觉 三星嘛它的特点就是拍照墙 我们来看一下10年前的这么一个相机拍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那这到现在来说是有点惨不愣度啊 光线不怎么好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下原机组 它拍的 这个光线一般的情况下也就这样吧 没有说特别差 但是也不怎么样啊 那这张呢是我用闪光灯拍的 感觉还可以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测试啊它的性能到底在哪里啊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自己下载的程序啊 先点一下我们的WiFi吧 这里我要夸一下 夸一下小米的这个系统做的真的是非常好用啊 你看往下一步啊 这些就是跟现在iPhone的是一样的 然后常安这就可以清理内存清理后台 现在终于点上网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它都下载了哪些软件呢 这有个头条 我们点进头条看一下啊 你看这个面板它有一个这个圆的 这是小米系统的这么一个圆嘛 边角都是有个圆的幅度的啊 你关心的才是头条 问题是我关心的它不见了 啊哼啊哼很遗憾 这个这个软件可能不能用了吧 看一下浏览器吧浏览器 上网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 前往搜索网站 它下了太多软件了 这个神机翻车了呀 诶是网连不上还是怎么回事 怎么上个网都上不了的 哎呀不好意思啊 这个可能网络不太好 下面另类小电影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大熊秀龙的看 加载稍微有那么点吃力啊 现在网页的不友善了啊 不过它已经搞出来了 我们点一下我们自己的视频 看一波吧 只有一个接着 内存是有点 哎呀难伪到的啊 它现在是没有反应 现在最不足的就是内存啊 你看它一接的内存只有 一百多兆可以用了 只开了个浏览器 哎呀很遗憾 很遗憾 这个网站它已经不能播放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抖音急速版 抖音急速版 这个能不能用呢 这个不能用的原因啊 其实是因为它这个系统版本太低了 哎嘿 这个可以啊 这个好像已经刷进去了 给我们推荐的四个视频 还没推荐过来 可以看到还是不行啊 我还是推出啊 把这个软件都关了 重新再试一次 我就不信了 不是说它刚不起啊 只是版本太低了 我们再等待一波 好了算了我们放弃吧 那么看一下这个原机组啊 它说它这个手机呢 也就当GPS导航用的 我们看一下它下载的导航软件 这里有个 哦这个是行车记录仪 它可以当行车记录仪用 这个挺好的啊 对了 这个手机呢 它 支不支持内存卡 这个 看不清啊 这有个2000 是2000华啊 2000好像很大了啊 看这个果然是韩版的 后面都是韩国的文字 如果是国行的话 这应该入网许可证是中国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也是可以支持内存卡的 内存卡插在这儿 它型号呢 是盖的是 i911 就是6i6的系统啊 上锁的这个动画感觉就像 电视一样 特别好啊 然后接下来看它 这个应该是 也是一个录制的 这也是个录制 行车记录仪的一个软件 下面还有一点游戏 这里我们看一下水果能走啊 是一个好像不领就不能玩吗 我的天 太垃圾了 太垃圾了 换一个 巴士跑酷 这估计也是一样的情况吧 我的天 哎呀这个神机让我有点失望啊 可能是这个系统版本的问题 我们可以玩玩这种小跑酷啊 那现在吧 现在我们去下点更加劲爆的游戏 试试看它能不能跑得动